中央社记者维书台北四日电房仲一内政部最新法派屋已转量统计,六都手记法派一 231件,年增7.1%,其中桃园和高雄年增84%和34%,台中繁检20% 房仲认为,桃园和高雄的企业多,景气不佳影响财务而落入法派 根据统计,近三年手记法派屋量增加,但不至于爆量,今年六都手记1231件,年增7.1%,比2016年同期1011件多21.76%,桃园市这几年手记法派屋量增加 今年首记151件,年增84.1%,比2016年同期46件多228.26%,高雄市今年首记246件,年增33.7%,一比2016年同期的142件多了73.24%,台中市不增繁检 今年首记93件,年增19.8%,一比2016年同期的110件减少 15.45%,台北市140件,年增5.3%,新北市212件,年增17.8% 大家房屋企划研究室主任郎美男指出,台湾的房贷利率常年偏低,加上房市十多年多头,许多房屋 时有人财务体制颇佳,即使有资金问题,也容易在城屋市场找到买家,因此法拍位明显爆量 郎美男说,因为景气不佳,近来法拍量增,多数来自城屋市场,买卖双方拉锯难以成交,其中不少来 自于小型建商或法人机构,显然因为财务较困难,压力不小而落入法拍市场,带动移转量提升 住商不动产企划研究室经理徐嘉欣提醒,房屋持有人若有财务问题,可以降价售屋或是宽限期,转贷等方 法可以稍解燃眉之急,即使升息之下,在目前银行银根宽松,相对低利的状况下,法拍量不至暴增 徐嘉欣分析,桃园市和高雄市今年首季的法拍量增加,主要和原来法拍量不多,相对增幅明显有关 但不排除和中股市场交易不佳,促使有资金缺口的屋 主房子落入法拍,而且桃园与高雄公司型号不少,如果持续几个月爆出大量,很可能是因景气关系影响到持有人的财务状况而落入法拍,值得关注 编辑,黄国轮1070504